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被美国媒体称为克里姆林宫的一大谜团 只因在公众面前出现的次数寥寥可数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女人可以俘获普京大帝的芳心 让这个钢铁般的男人直言 如果不是柳德米拉 我可能一辈子不会结婚 又是什么样的女人陪着普京度过年轻时代 最为贫困 最为恐怖 惊慌的特工时光 还有为何在普京问顶权力之巅 对着朋友放声痛哭并决意离婚 再嫁小自己21岁的鲜肉男友呢 这个女人貌似神秘 却也平凡普通 今天我们就来探秘普京的前妻 柳德米拉 虽然现在的柳德米拉身材发福已有大妈之态 但在年轻时却是不折不扣的校花级人物 1958年 柳德米拉出生在苏联的加里宁格勒市 50年代的苏联实行计划经济 有限的国家财富全被纳入特权阶级的口袋中 生活用品 食物补给 全靠集体分配 贫困之家在寒风凛冽中生活难以为继 而柳德米拉的家庭便是这底层众多中的一员 柳德米拉和父母一起住在一栋寒酸阴测的老楼里 雨雪天气最是难熬 四面透风 屋顶漏雨 连天花板上都冻了冰零 粮食不济 一家人经常饿肚子 后来养了几只会下蛋的母鸡才略微有点好转 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 柳德米拉出落得挺挺玉立 一头浅金色微卷的头发 一双郁郁还修的明眸 让人见了便心生艳羡 自知美貌的柳德米拉 学生时代的梦想 是成为一名优秀的女演员 但机缘巧合之下 毕业后的她做了一名公姐 也正是因为这个职业 让她得以与普京相遇 相爱 成为生命中难以割舍的牵绊 也因此她走上国际舞台 成为最神秘的俄罗斯第一夫人 1978年 航空公司安排工作人员到列宁格勒疗养院度假 柳德米拉的女伴被邀请去看音乐剧 女伴带上柳德米拉一同前往 在剧院的一群朋友中 就有一个长相普通 言语不多的精神小伙 普京 众人中 柳德米拉并没有注意到普京 但普京却对她一见钟情 并在告别时 把写有自己办公室号码的纸条塞进了柳德米拉手中 普京追女孩的方式 与她执政风格如出一辙 都是雷厉风行 说干就干 而柳德米拉日后回忆起初见普京的印象时说道 这个年轻的警察 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轻瘦矮小 不爱讲话 当时她穿着简单 相貌平平 如果走在街上 我绝对不会注意到她 然而 也是这份平凡的假象给了柳德米拉安心感 让她决定与普京交往 她眼中这个不善言辞的年轻人 其实是一个杀伐决断的政治新兴 而所谓的警察职业 是在这个幌子下的克格勃特工 初识认知的不同 也为这段婚恋的无疾而终埋下伏笔 1982年 对着这份交往近四年的爱情 普京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对柳德米拉说 我们已经交往三年半了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应该很清楚 我不爱说话 理气也不好 有时还会让你感到委屈 做我的伴侣有一定的危险性 现在你该决定与我的关系了 没有鲜花 没有仪式 甚至不见柔情蜜语 直男式的告白赤裸的像是上级的命令 坚定且让人无法回绝 一年后 在一艘邮轮上 两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这个曾扬言单身一辈子的钢铁直男 终于牵手佳人 婚后的日子虽然清贫 却是柳德米拉30年婚姻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光 两人没有自己的房子 婚后只能与普京的父母同住一套27平米的小房子 中间做了隔断 大一点的15平老人住 剩下的12平做新婚夫妻的温暖小窝 柳德米拉曾说过 最让我们头疼的事情就是没有钱 我们常常为钱的事情发愁 友情饮水饱 即使条件艰苦 只要二人相伴 便是这人世间最幸福的事 普京也在这段婚姻中挥洒了铁汉基因中为数不多的柔情与浪漫 他会在柳德米拉生日当天 在床头放上金项链作为礼物 也会在周末时开车带着全家去野外郊游 夫妻二人静坐在草坪上 看孩子们奔跑戏耍 百忙之中也会抽空到海边 看海天一色 听海鸥归潮 可惜 人生的美好总是如琉璃易碎 随着普京的平步轻云 往日的平淡和睦竟恍如昨日 不留一丝痕迹 2013年6月6日 普京与柳德米拉在克里姆林宫看完芭蕾舞演出后 接受电视台采访 其中有个记者壮着胆子问 你们还生活在一起吗 普京脸色平淡地回复道 我们的婚姻结束了 而后 柳德米拉也微微点头 说道 是的 这是我们共同的决定 普京工作很忙 我们平时很难见面 我不喜欢抛头露面 我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活 如此一席话 为两人30年的婚姻生活画上了休止符 这一场婚姻没有谁对谁错 只是人生旅途的终点不同 在携手共走了一段道路后 选择了婚首告别而已 其实 两人婚姻失险 早间便有了一些端倪 柳德米拉一直向往的是平淡朴实的爱情 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道 我喜欢俄罗斯传统的壁炉 其实室内有暖气 本不需要壁炉 但我总爱点着她 她所营造的温馨的家庭氛围让我很喜欢 由此可见 柳德米拉的生活观 是一乌两人 三餐四季 粗茶淡饭 平平淡淡 但显然 她的丈夫普京给不了她这种生活 普京是一个为俄罗斯政治而生的男人 上台之初 经济萎靡 百废待兴 周围寡头四系 内阁动荡难定 普京一天24小时如履薄冰 为国家 为人民 暗头俯卧 鞠躬尽瘁 他为这个国家付出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却忘记家中还有妻儿等候 也忘记了他是俄罗斯总统的同时 还是一个女人的丈夫 两个孩子的爸爸 柳德米拉曾经抱怨过 普京的工作实在太忙了 我们几乎见不到对方 柳德米拉怀孕时 身体反应比较强烈 孕妇心思重 也常常愁云不展 而普京却因公在外 不能陪在孕妻身旁 后来 柳德米拉又遭遇过一次严重车祸 做了两轮大手术 普京也因为政务繁忙 不能温言呵护 关怀照料 普京在一步步踏上全市之梯时 柳德米拉却在家中收到恐吓性无数 心惊胆战的阴云笼罩着这个普通的女人 1999年 普京接任叶里钦 成为俄罗斯总统 得知这一消息的柳德米拉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一整天 不是喜极而泣 而是知道她所渴望的平凡幸福再也不会有了 人们也渐渐发现 总统夫妇好像有了些说不清的隔阂 许多夫妇同行的外交场合 别的国家都是抗力两人 偏偏普京一个人截然一身 孤单又萧索 很多人批判柳德米拉不识大体 不体恤丈夫 却鲜少有人知道这个女人低调内向 抛头露面的政治生活让她如坐针毡 渐渐地关于普京与其他女人的绯闻捕风捉影般 呈伤人之势向柳德米拉袭来 有人说普京为了俄罗斯体操冠军卡巴耶娃和柳德米拉离婚 更有人说普京与美女特工安娜查普曼之间暧昧不清 终于婚姻在三十周年的尾巴上宣告了结束 普京说第一夫人的头衔让柳德米拉不堪重负 这么多年 我一直对她心怀愧疚 我们分开后 希望有人能够代替我照顾她 赤诚霸气一如既往 动情时雷厉风行 情趣时坦坦荡荡 也许这就是爱她便放她一条生路 离婚三年后 柳德米拉再婚了 对方是比她小二十一岁的普通男性 平凡 和睦 完整的家庭观念 柳德米拉从一开始就从未改变过 而普京最初的生活预期就与她不同 更适合普京的是可以与她共立风雨 共担荣辱的女性 这个女人得有一颗甘愿进退的玲珑心 需要时迎头而上 忽略时无言退下 毕竟嫁给普京 看似嫁给了地位与成就 实际上只是拥有了一屋子空荡不安 而她的女儿则是俄罗斯1.4亿人都想见的人间有物 她不仅美貌惊人 好似一个洋娃娃 而且最重要的是她能力惊人 读硕士期间 她凭借一篇有关侏儒症的论文 直接获得博士资格 更是在33岁时就掌管了市值45亿的跨国公司 相比美国前元首的第一千金一万卡 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 这样一个她却执意要嫁给一个身份 地位 都与她相差甚远的年轻人 让人十分疑惑 1980年 年轻帅气的普京和美丽迷人的柳德·米拉相识相恋 两人在1983年步入婚姻殿堂 并与1985年生下大女儿玛丽亚 当时 普京被派到东德工作 身为一名父亲 他特别希望和妻儿厮守 可是作为一名工作人员 他必须完成自己的职责 虽然玛丽亚在成长时期和父亲聚少离多 但是父亲的爱从来没有缺席过 只要一有时间 普京就会回家陪他玩耍 而物质方面更是从来不委屈孩子 后来在东德工作期间 普京和妻子又生下了第二个女儿 卡捷琳娜 可见两人的感情十分不错 正是因为在这样有爱的环境中长大 孩子们后来才会变得那么优秀 大女儿玛丽亚从小学习成绩就特别好 老师教授的知识能够很快掌握 小女儿卡捷琳娜在语言和艺术上有着极高的天赋 不仅精通五国语言 还五字优美 1990年 普京带着一家人回到莫斯科 两位女儿也在一所国际私立学校上学 当时普京已经正式步入仕途 是政坛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但伴随着地位而来的也是极度的危险 由于受到不法分子的威胁 害怕两位女儿会受到伤害 因此夫妻俩决定让女儿们在家学习 玛丽亚对于父亲的这个决定并未反对 尽管不能再到学校和同学一起交流学习心得 感受校园生活带来的乐趣 但是他知道父亲这样做是为自己的安全着想 毕竟他们一家人的身份并不普通 要是放到我们普通人身上一定不敢想象 在家里学习能学到什么 但是对于他们一家而言 想要找到顶尖的家庭教师并非难事 在家学习的玛丽亚也很给力 从不荒废学业 每天投入大量的精力在学习上 在老师教完一天课程之后 他还会独立自主学习 如饥似渴的吸收知识 普京看着出色的女儿也非常开心 对这位铁汉柔情的元首来说 家庭 妻子 孩子是他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是他人不能触及的底线 所以他会拼尽全力守护这份美好 就这样 玛丽亚在父亲的保护下 安全地度过学习生涯 2004年 成绩优异的他顺利考上圣彼得堡大学 该所学校是俄罗斯境内的一流学府 也是世界著名的公立大学 在这里诞生了多位享誉世界的名人 玛丽亚能凭借自身实力进入这所学校 足以证明能力过硬 是一位妥妥的学霸 也预示着他的未来注定不会平凡 在大学进修的那些年 玛丽亚十分低调 从未向外界透露过自己的真实身份 在学校学习期间 他用玛莎作为自己的名字 学校的教授和老师们也被规定禁止透露玛丽亚的真实信息 2006年到2011年 他和普通学生一样 就是最平凡的大学生 他认真学习基础 医疗知识 正常上下课 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他的真实身份 低调的玛丽亚把所有的心都放在了学习和研究上 不仅掌握了书本上相关知识 还会在课下博览群书 阅读专业相关的各种书籍 博觉得他在经济学和语言学上也有所涉猎 会听取相关教授的讲座 上网查阅这两个领域有关的资料 之后 他更是取得了圣彼得堡州立大学国际经济学学位 以及莫斯科国立大学语言学学位 玛丽亚的前半生一直在通过书籍提高自身能力 言语律计 鞭策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女性 他积极上进 刻苦进去 出色地完成了所有学业 尽管父亲普京给他提供了优质的教育环境 但是能取得如此亮眼的成绩 离不开自身的不懈努力 玛丽亚让人看到了人生从来不设限 想要成为怎样的人 关键看自己是否努力 而由于玛丽亚在上学期间对生物学有着浓厚的兴趣 所以本科和硕士主修生物学专业 2021年她发表了一篇出色的诸如正论文 获得博士资格 之后她保持热情的学习态度 投身于研究中 前前后后在学校发表了五篇论文 一本专著 巨大的成就让玛丽亚成为学校风云人物 不仅受到老师的喜爱 还成为了各大学子心中的榜样 同时 玛丽亚还注重培养自己其他方面的能力 精通英语 德语 法语 荷兰四种语言 完全就是一位全能型选手 2014年 玛丽亚顺利博士毕业 进入内分泌研究中心 成为一名助理 工作期间她勤恳敬业 和万千普通的打工人一样 努力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 脚踏实地的姑娘从最普通的职员做起 一步步通过巨大的努力和灵活的头脑 成为内分泌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工作多年的她早已积累丰富的经验 成为让人心生佩服的研究专家 但由于普京将女儿们保护得太好 几乎没让两个孩子出现在镜头之下 所以后来有媒体攻击普京 质疑她的私生活 她才表明自己有两个女儿都在莫斯科生活 还再三强调 不想让孩子成为公众人物 只希望他们都过着最普通平凡的生活 然而2019年 俄罗斯长公主玛丽亚因接受了一则采访 身份彻底被公开 毕业于顶尖大学医学院 如今更是成了私人医疗机构大股东的她 一点也没让总统老爸丢脸 然而 就是这么一位投胎技术满分 自己还相当努力的人生赢家 却便宜了荷兰来的一个普通男人 这位行大运的男人名叫乔里特法森 他的父亲是一位不太著名的画家 家里也没有多少童子 最值钱的就是他们价值25万欧元的房子 受父亲的影响 后来的乔里森成了一名设计师 至于两人如何相识 现在仍是未解之谜 但可以确定的是 乔里森能事业有成 绝对少不了玛丽亚的住镇 2006年 本时设计师的乔里森突然在俄罗斯的一家大型银行当起了高管 这家银行不仅掌握着俄罗斯顶尖的金融资源 还和克里姆林宫的关系非常密切 所以不少人都觉得 此时的乔里森已和玛丽亚有所联系 随着两人交往健身 乔里森在2010年的时候 还取了一家咨询工资当起了副总 从此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 那时的乔里森经常在社交平台晒豪宅 豪车和游艇 甚至还被俄罗斯人传染了硬核性格 路上与人发生矛盾事 二话不说 撸起袖子就是干 虽说乔里森最后以惨败告终 但揍他的人也在不久后 突然被警方查出家里藏有违禁品 最终落得一个蹲大牢的结局 乔里森和玛丽亚什么时候成了合法夫妻 一直不为人知 不过早在2014年之前 两人就已是同进同出的关系 玛丽亚有时会跟着乔里森住去荷兰 但更多时间都是两人住在莫斯科的豪宅中 据一些俄罗斯媒体报道称 这幢豪宅坐落于漂亮国住俄罗斯大使馆附近 总价值在200万美金上下 单从这个地标就不难得出 这里必定是全俄罗斯除了克里姆林宫外最安全的地方 2017年玛丽亚和乔里森迎来了一个女儿 高兴的普京也曾满脸喜庆地炫耀自己当了外公 而玛丽亚即便在婚后 也一直从事着自己最喜欢的医学研究 在医学上稳扎稳大 她是专门研究癌症和基因工程的诺美科公司总裁 持有该家公司20%的股份 这家公司市值大约45亿 玛丽亚还投资400亿卢布 建立了一所专门治疗癌症的医院 该医院实力过硬将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医疗综合体 低调的玛丽亚多年来通过自身实力步入人生巅峰 反观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虽然研制很高 但却借助父亲的名气以及多人帮扶 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对于女儿取得的成就 普京表示女儿还在进步 她为孩子感到骄傲 当时俄罗斯刚研制出新冠疫苗后 普京表示自己有一个女儿已经注射疫苗 虽然他没说是哪个女儿 但外界一直猜测就是大女儿玛丽亚 如果事实真的如大家所言 那么这位俄国长公主真的是勇敢无畏 不仅在医疗领域攻克很多世界难题 还拿自身做实验 敢于为科学献身 高颜值高能力的玛丽亚 虽然出身尊贵 但她一直没有利用身份特权帮助自己 她所取得的荣耀和成绩 全部都是脚踏实地换来的 相信这位美丽自信的俄国第一千金 在未来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想看更多内容 记得订阅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